跟着周美里里长的脚步 来到地方上的信仰中心 周伟庄新安宫土地公庙 这里供奉着土地公 水仙尊王与太子爷中坛元帅 保佑世世代代的居民 庙里至今还保存着 有百年以上历史石头科的土地公 还可以参拜一般土地公庙 较少见到的土地婆 周美里和行善里 我们都是依着基隆河来维生 所以经常以前就经常有水患 所以土地公就是要怕它流掉 所以都是石头的 都是石科的土地公 这是非常值得 跟其他地区的土地公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担心水患 所以都是石科的土地公 有几尊在这边 这个应该百年以上了吧 应该有百年以上了 因为我们在这里耕作的长辈们 都有一百年 我的家族在这里都有一百多年了 那我们这边很特别 我们有土地婆 曾经有一个老师告诉我说 他那个土地公托梦说叫他来找土地婆 他说他只知道有土地公 不知道有土地婆 去哪里找土地婆 我说就在这里啊 对 这土地婆来守护我们的里民 对 所以我们这个土地婆 他是对我们女性很照顾 所以很多女性朋友来这里拜拜 他们会感觉有心电感应的感觉 我们这个土地公庙是非常传统的 那他最早呢是在现在的那个五级豪宅 后来呢因为我们到那个地方 民众到那个地方 因为都是原先那个地方的都是竹林 所以很多妇女朋友呢要去那里拜拜 就比较不是那么安全 所以后来长辈们就讨论 然后把土地公 请福德财神 请到这边来 请到我们这边 基隆河右岸河滨公园 那之前呢 这个提防是没有做的 这是七十几年才做的提防 所以之前呢民众呢 来这里拜拜呢是走过来 这右边原先是一个马场 原先是一个马场 然后左边呢整片呢都是竹林 所以这个以前呢 我们的先民很多是依照 靠着这个基隆河来维生的 基隆河北拉雅 鱼类很多 那那个陈美桥下的右边有很多的 红虫就是可以卖的 所以很多我们这里的前辈们 长辈们都依照着基隆河来维生 种竹子啦 种竹笋啦 种菜啦 都是靠着基隆河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新安宫的金庭 金庭就是金楼 大家收金座的地方 这个金庭啊 因为也有年久失修了 所以去年里长呢 就请几位老师傅 来把它重新再彩绘 这里面都有一些故事 我们可以顺着这个 这个是有好几个角度 那欢迎各位朋友来欣赏一下 这个完全是我们非常 都是年纪很大的老师傅 来帮忙彩绘的 里长本身就是周伟庄 新安宫的主任委员 每年土地宫的圣诞千秋仪式 都按照传统道教仪式来进行 也加入园游会的创意 吸引年轻世代 来传承庙语文化 那我们这个庙也是历史很悠久了 那我们所有的庆典都按照 中国道教传统的仪式来进行 那现在因为小朋友 让小朋友要来亲近我们土地公庙 所以我们在庆典的同时 也举办一个小型的圆游会 那孩子们到基隆河又岸来玩耍 也来参加我们的庆典活动 来亲近我们这个土地公庙 土地公也是我们的守护神 除了每年农历2月2号的土地公诞辰 9月和10月还有太子爷中坛元帅 与水仙尊王的热闹庆典 里长也欢迎民众来参加 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水仙尊王 水仙尊王就是在我们姚舜时代 他就是水神 大家知道的水神 可能就想到是妈祖 但是水仙尊王是我们历史更早以前的水神 我们这个我们新安宫 供奉的就是水仙尊王 我们在每一年的10月 农历10月15号 也要做一个庆典 来感谢我们水仙尊王 守护我们周伟庄所有的乡亲 这是我们每一次要做的一个庆典 那接着呢 右边供奉的是我们的太子爷 中坛元帅 因为我们这个地区 以前呢都是做生意工厂 所以市民我们这里的邻居们 大家对做生意这件事情 很重要就是这个业务嘛 所以呢我们也有供奉的是太子爷 大家都说太子爷 我们每一年的9月9号 农历的9月9号 就是为太子爷举办一个庆典 然后有捕金汤匙 黄金的金汤匙 再欢迎那里长都是每一年 会提供一个金汤匙 那我们的市民朋友信仲 来捕这个金汤匙 通常呢我们就是给看比赛呢 看谁捕的这个捕杯 胜杯最多的就可以得到这个金汤匙 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 不是说你很会捕杯 你就会得到喔 这个欢迎各位知道这个很有趣的活动 欢迎大家来参加 里长也将把庙旁的楼梯 改为斜坡道设施 来串联河滨公园与土地公庙 让男女老幼都可以方便的 在陈美桥右岸河滨公园走走逛逛 也了解在地土地公庙的文化历史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